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兩個話題 首先大家都知道歐洲是很重視它的綠色產業 近來有學者寫了一篇文章 講到美國會不會繼續讓歐洲發出它的綠色大夢呢 一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篇文章 第二個話題就是有日本的傳媒講到 日本就不能夠再走上勤國強兵的旗圖 這個是2月2日日本每日新聞的文章 一會跟大家看看 先講歐洲 歐洲的所以鍾情於綠色產業 原來是絕非一時的興起 而是有著深遠的考量 一方面是經濟上的考慮 歐洲是當今全球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 但是它都面臨發展後繼乏力的問題 其中的原因是有多種多樣 比如產業去實體化 人口老齡化 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技術創新不足 高福利體制僵化等等的問題 但是核心問題呢 還是歐洲呢 未能夠找到新的增長點 相比中國和美國 歐洲在傳統製造業的領域 已經是沒有了比較的優勢 它又未能夠趕上 新的數字科技的浪潮 無論是從來製造業 或者是投身數字的革命 都並非一朝一夕能夠變成果 但是在綠色環保的領域呢 能源貴乏的歐洲呢 一直都是較為領先的 它起步是比較早 而且有豐富的經驗 因此呢 歐洲一直都將綠色產業作為 未來發展的核心支柱 另一方面呢 就是政治上的考慮 綠色在歐洲眼中呢 亦絕不是僅僅是產業的支柱而已 而是呢 包含了更大的政治抱負 相比於軍事這些硬實力 歐洲呢 一直是更加看重軟實力 軟的權力 尤其是所謂規制性權力 即是呢 通過制定和引渡規則 來影響和索造 其他國家的行為編號 這樣做呢 可以確保歐洲自身在全球的優勢地位 很顯然 說綠色產業在歐洲發展的重中之重 一點都不為過 因為呢 它既涉及到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亦關乎它在全球的地位作用 儘管呢 拜登的通脹削減法 它的初衷並不是要針對歐洲 但是事實上呢 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希望拜登能夠多多考慮一下歐洲的情況 問題是 美國會不會買歐洲的賬呢 看來可能性似乎就不大 因為 在美國的眼中 永遠都是自己的國家優先 自己的利益是排第一 在這一點上面呢 無論是特朗普 或者是拜登呢 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區別呢 只是在於所採取的具體方式 或者呢 是有點不同的 正如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 格爾克呢 他講到 他說美國呢 不是要懲罰歐洲 他們根本是沒有考慮過歐洲 美國呢 永遠是不會為了其他人來犧牲自己 這件事是做出犧牲和讓步呢 也只是為了更加好地維護美國的利益而已 歐洲是美國的盟友 美國呢 在很多時候也都支持歐洲的一體化 但目的呢 是為了給美國的法團服務 一個受到控制的歐洲呢 才是最能夠令到美國滿意的歐洲 儘管烏克蘭危機呢 是錯綜複雜的 但是美國的軍工 能源 金融這些利益集團呢 實際上是大發橫財哦 而歐洲呢 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呢 承擔了這一場危機的經濟成本 當美國用高於自己四倍的價錢 就將能源賣給歐洲的時候 法國總統馬克龍呢 都不得不感嘆就說 在在友誼的份上 不能夠再這樣下去了 即便 艾登呢是做出不太一種姿態性的妥協 都只可能呢 是雙方利益的交換 但是問題就是了 歐洲究竟要拿些什麼來交換呢 進一步捲入俄烏的衝突 幫美國去對付俄羅斯 或者是緊隨美國 和美國聯手對付中國 兩個代價似乎都太大 而是大到呢 歐洲恐怕難以承受 好 那我們現在講日本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決定就將國防經費翻一翻 並且呢 是大幅調整戰後安全保障的政策 與此同時呢 物價高漲就導致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 這樣會不會導致日本 成為生活水平是無望提高 而防衛力是過農的社會呢 日本國防經費急劇地增長 在2022年度的最初預算 是5.4萬億日元 就佔國內的生產總值比例 控制在1%左右 2023年度的預算案裡面 國防經費是突然間增加到6.8萬億日元 2027年度呢 日本的國防經費呢 將會達到8.9萬億日元 如果我們將可以被用於防衛領域的機場 和港口的建設費 都包括在內的呢 實數呢 應該是大概 11萬億日元 就佔GDP的比例 擴展到2% 這個數量呢 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居全世界的第三位 以此形成鮮明對比呢 是日本的小子化 正在加快地發展 和20年前相比 收入越少 沒有子女的年輕人 所佔的比例是越來越高 經濟不穩定是主要的原因 顯示經濟實力的人均GDP 在日本也增長乏力 20年前 日本的人均GDP 曾經和美國是差不多的 其後呢 日本和美國的人均GDP的數字 差距不斷拉大 現在甚至可能要被韓國追上來 很多人認為 自從去年以來 日元不斷貶值 日本的經濟實力 突然下跌 日元貶值加劇物價的上升 物價飛橡 構成了日本家庭開支的壓力 年輕人之所以不敢結婚和生育 主因就是 非正式員工的數量和比例 在日本一路一路上升 非正式員工的收入 是遠低於正式的員工 岸田民航在上任之初表現 是重視分配 但是現在又倒退回到安倍經濟學的路線上 在幾乎沒有為了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之下 日本政府就加速強化國防的力量 中英大學教授宇野寬龜就表示 一直以來作為戰後日本身份的兩大支柱 現在正是逐漸地瓦解 第一是以專守防衛為大原則的和平國家 另外一個是港大民眾分享財富的社會 他表示支撐日本中流社會的企業 現在是失去了實力 個人和家庭是得不到保護 結果就是小子化 一味強化防衛力 而社會一直是處於退弱的狀態 日本的未來就真的很有問題 日本政府現在當下應該要做的 是重新規劃未來 優先構建民眾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 明治政府提出的目標是富國強兵 容易對抗歐美列強 他們增強經濟的力量和軍事的力量 這樣做 最終是引發了悲慘的戰禍 出於對這段歷史的反省 日本戰後是轉變了路線 應該是堅守輕武裝 集中力量發展經濟 但是這一次日本應有的狀態 可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日本政府是不要再搞錯政策的重點 避免走上行國強兵之路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